Hello,大家好,我是艾梦 今天我们继续来写说文布木 我们再来写一个传书中常用的小叉字 撤 先写中间的竖画 然后分两笔 完成上面的这个半圆 先写左边 注意是有弧度的 不要写得太直 要提前做好准备拐弯 带出一点式来 重新逆方 再往下走 两笔接起来 再来写一个小字 同样的 先写中间的竖画 有些朋友反映说 写竖画的时候写不直 但其实它不是笔直的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大家要去慢慢的找这个感觉 然后写左边的弧线 要注意起笔的位置 它跟竖画的距离高矮 还有收笔的位置 注意看 它收笔的位置是要比起笔的位置 离竖画稍微远一些 要写出上窄下宽来 仍然要注意左右对称 再来写一个8 8看起来像一个牛奶瓶 跟之前的弧线相比呢 它中途要改变一下方向 所以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弧结束 我们要提笔调分 然后再往下走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写出来的线条粗细均匀 如果不提笔的话呢 首先你的毛笔 可能就没有办法 继续在中分上面 毛笔会变得拧在一起 另外 线条可能会变得 一会儿粗一会儿细 再来写一个石头的十字 首先也是逆分起笔 注意这个横画 它是有一点点弧度的 第二笔竖撇 我们起笔的时候 要把它跟第一笔接在一起 注意这个竖撇的弧度 跟刚才小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先左后右 S形的一个弧度 这个弧度非常的细微 但是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里面的口也是分笔来写的 先写上面的横画 注意两个横画之间的距离 刚开始写 大家很容易把这个距离写得太远 导致整个字形上面非常的松散 要写出上紧下松来 这一竖非常的短 注意一定不要把它写长了 立刻调分向右行 接起来 别忘了留言点赞关注我